那我们今天开始那个最后一个session 然后的第一个报告 第一个报告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马永格老师 他给我们介绍一下从广义相对论到量子引力 继续爱因斯坦未完成的革命 欢迎 好 谢谢 我也感谢这个主委会邀请 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交流 从前面的这个报告里面 大家已经应该听了很多 特别是我们关于引力波的探测 暗物质探测 以及这个黑洞的这个探测 等等这方面的实际的这种可能性 那么我这个报告呢 可能更多的是走向这个思想这个层面 或者说误虚 前面叫物实的话 我就叫物虚 也就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前面 从前面的报告 像吴院士啊 包括周健教授啊 都提到过这个 就是量子引力 是我们物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 或者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啊 那么我们从理论的层面上研究物理啊 那么昨天这个呃 楼教授也提到了 在很多情况下理论是可以超前的 而且超前很多比实验超前很多 这是怎么能做到的呢 理论怎么就会超前实验很多呢 那就是我们研究物理的时候呢 我们得到物理理论常常会发现 物理学理论它并不仅仅是实验数据的一个总结 它背后有深刻的物理思想 对吧 那么我们很多新的概念的突破 和物理学理论的产生啊 往往是建立在对已有物理学的深刻理解 对它的思想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 来进一步发展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我们从一个物虚的角度 去从物理思想这个层面 来理解问题 它也是物理学研究的一种方向 一种方式 那么尤其是呢 我们作为这种量子引力的研究 因为它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实验数据 来供我们参考 所以更加呢 需要有这样一种理论思维的方式 其实在物理学发展的过程当中呢 这样一种方式产生了物理学的变革 还是有很多例子的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狭义项目的创意 我们狭义项目的创意的时候 其实就是爱因斯坦从牛顿力学里面总结出来 认为这个加利略相对性原理很重要 同时呢 电动力学又给了它一些启发 那么如何把这个看似矛盾的东西把它统一 进而呢 提出了狭义项目的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的物理学呢 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那么昨天这个 徐鹏教授给大家的报告里 都已经介绍过一些个 就是为了追求惯性 它的本源 它的起源 以及这个相应的这个等效原理 使得爱因斯坦呢 对提出广义项目论 起到了这个重要的促进作用 是吧 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 说 我们为什么广义项目 它的思想是怎么产生的 它的思想是如何出来的 那么这个思想是如何出来的 我们说 首先我们都知道 好像都听说过 常常人们常说的 我们自然界 现在已知的四种 基本相互作用力 那么引力 到底跟其他三种 基本相互作用力 有什么差别呢 或者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那么它的本质的不同 其实就体现在 它的普适性上面 所谓普适性就是说 你任何的食物粒子 在引力场中 都会受到引力 这是跟其他的相互作用 不一样的吧 最简单 电磁相互作用 你只有带电粒子才会受到 但是你无论什么粒子 都会受到引力的相互作用 这是普适性的一个方面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说 无论什么粒子 或者它的组成成分如何 它只要出使状态 在引力场中 出使状态相同 并且只受引力作用 它以后运动的状态 永远相同 那么我们来看 这样一个自由下落电梯 爱因斯坦的理想实验 一个自由下落的电梯 我如果摆四个粒子 它们摆成一个菱形 那么随着下落 你会发现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它们位置并不是完全不动的 我们牛对你的粒就知道 它一定是靠近地面的 会受到的加速度会大一点 是吧 远离的会小一点 然后两边的会向中间 有向心一点 所以之后这个形状 会稍微变形一点 但是这里的关键的核心在于 无论这四个粒子是什么粒子 它的组成成分是什么样的 它只要出使是这样 后来变形都是变成这样 那么爱因斯坦由此 产生了一个想法 就是说 这明明是某种外在的因素造成的 而不是粒子自身的因素造成的 也就是把它归由于 所谓时空几何的一个弯曲 由于时空几何的弯曲 使得在这里面运动的这个检验粒子 它自然的轨迹就会导致后面的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弯曲就归结为 所谓把引力归到了时空几何里 所以爱因斯坦得出说 引力只是时空几何的弯曲效应的 这样一个观点 那么如何来描述 我们可能有些同学是没有学过 这个广义相对论的 我觉得这里就显示一下 显示一下就是说 我们说所谓的一个几何 所谓一个几何 就是说我们只要知道 这个空间当中的一小段 圆线段的长度怎么算 我就知道整个几何 那么在时空当中的这个几何呢 这就是一个我们一个小圆段 对应的一个理解为长度的平方 相应的这么一个东西 叫做线圆的东西 它可以写成这样一个形式 这个爱因斯坦的重复指标记号 就是说 凡是重复的这个μ和μ 这个μ和μ这两个指标都代表求和的 就把这些都 所有可能的项都可以把它写出来 那这个呢 你可以类比于我们欧式几何 那就是 dx1方加dx2方加dx3方 只不过呢 这是在一般的伪力嘛 几何就是这样 那么前面这个系数 作为时空坐标的这个函数 它就是所谓前面一直在说的杜龟场的 在这个坐标系下的分量 当然杜龟场它是个照亮场 这就是用来一般的描述 一般几何的这样一个方式 那么由于我们说时空弯曲了 会导致我们前面也很多老师都介绍过的这种 包括这个楼老师介绍过的这种 我们一旦有一个大质量的星体在那会使得周围 时空发生弯曲 那么光线经过它附近的时候呢 就会发生弯曲 这个呢 也被观测所证实 也就是说实际上呢 这样一种思想 是已经有很深的这个观测的这个基础了 那么这里当然重要的就是 你时空到底怎么弯曲 是吧 时空怎么弯曲 那么 因为你弯曲的程度其实决定了里面惯性的运动 对吧 你的自由立子的运动 换句话说呢 我们说 昨天这个徐教授介绍过的 这个马赫原理呢 给我们的启示是物质的分布 决定你这个这一点的这个惯性 那么我们也就说物质的分布 决定了时空怎么弯曲 进而决定了什么是最自然的运动 进而决定了惯性 所以这个物质的分布 我们说就是用一个叫做 物质场的能量动量张量 一个TAB来表达 那么 时空弯曲这一边呢 用一个爱因散张量 你可以认为它的这个 这个坐标系下的分量 是刚才所说的那个杜归场分量的 二节导数 这样一种方式来求出来 那么这个方程 我就是在几何单位字下写出来的 把这个引力常数啊 还有光速都取为一了 就是GAB等于八派TAB 那么它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物质分布是怎么决定 这个时空几何的 那么这里面我们要注意的是 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个方程 它是一个思想 这个思想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时空几何这种东西 它不应该作为一个 鲜艳给定的背景方向来 而是应该作为一个动力学别量 也就是说 它是要由物理定律来决定 它是什么样的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 就是在广义相对论提出之前 那时空几何是先天给定的 牛顿的时空 绝对空间 绝对的时间 哪怕是狭义相对论 敏靠四季时空几何也是先天给定的 可是呢 现在不同了 它变成了一个动力学的对象 就是要由物理学的定律 或者是方程来决定的 这实际上就蕴含着真正的 广义斜变性原理 或者叫广义相对性原理的本质表述 我们通常在一些教科书里 可能看到的都是所谓广义斜变性原理 是说物理定律在所有 坐标信下应该有相同的形式 但是这样一个表述 是不是真正就反映了广义相对论的本质思想呢 那你可能说那爱因斯坦当初不也是这样说的吗 可是你不要忘了 广义相对论提出已经一百年了 我们研究了一百年的广义相对论 我们的认识是不是应该更往前走一步 那么这里面的关键是在于什么呢 就是在于我们如果按那样一种表述的话 即使很多过去的理论 比如说牛顿引力 你只要把它用某种空间张量的形式把它写出来 那么它在这个坐标变换下它也不变 按照张量变换率也是斜变的 你可以叫做不变 那难道说牛顿的力学也满足广义相对性原理吗 所以这样一种表述 其实并没有很好的抓住这个本质 那么抓住本质的表述呢 这是我总结出来的 并不是你在教科书里看到的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探讨 大家觉得不合适 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的理解是 就是只有包含时空度规 及其派生量在内的动力学变量 才能在物理定律的表达式中 对物质场的演化产生实质影响 也就是说我一旦要对物质场的演化 产生实质影响的东西 必须抵持动力学的东西 包括时空几何在内 它只要影响到了物质场 它就必须抵持动力学的 原因是在于这种影响一定是相互的 不可能只有一方影响另外一方 另外一方却不影响这一方 但是这种现象在广义相论论提出之前 它就是物理学所采取的方式 可是那个一个方式呢 你现在翻个头来来思考 很不合理 很不物理或者说 真正的物理应该是要有相互影响的 所以你时空几何一旦影响了物质场 物质场必然影响这个时空几何 由于你时空几何变成动力学了 那么相应的前面说的杜龟场 它也是动力学 它不是一个确定的东西 那么就不会有说某一个特殊的坐标系很特殊 因为过去我们说在狭义相论论 为什么惯性坐标系就特殊 因为你在惯性坐标系下 你把敏康斯基杜龟写出来 它的形式最简单 所以它就特殊了 可是现在呢 由于时空杜龟是完全是动力学的 你就不可能有一个很特殊的东西 也就不可能有什么特殊的坐标系了 所以它可以说前面的 爱因斯坦所要表达的那个思想 其实是这个的 这是它的根源 那么我们在描述物理的时候 目前的方式就是 很自然的用到了微分结合 因为我们希望来表达的对象 是时空里的对象 而时空里的对象是需要 就是说我能够求导的 那么这样一种数学对象 最简单最一般的就是微分流行 而在微分流行上面的 刚才说时空几何的性质 可以用镀龟厂来刻画 而这个物质场的性质 物质场的性质呢 就可以用它的所谓的能量动量张量厂来刻画 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处理当中 或者说我们目前以广向的论文基础的物理学 可以说已经不依赖于一个特定的背景 没有一个先天给定的一个几何背景在那里 也就是说这实际上正是广向的论 所蕴含的我们物理学思维观念的一个革命 就是说我们物理学规律当中包含的所有的这个变量 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意思 这是广向的论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来希望说这个启示能不能进一步延伸下去呢 我们来看我们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石 或者说理论基础呢 主要的其实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前面所谓的广向的论 它是一个经典的理论 而且这个理论是所谓不依赖于背景的 前面强调了 没有先天给定的背景 都是动力学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 那么量子力学它强调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物理课题都是由 最基本的战略都是由离散的这种量子的性质的东西构成的 而且我们物理量在测它的时候 它都是有某些概率 所以呢最后这些概率是由它的量子态的这个来决定的 这种演化来决定它怎么概率怎么变化 这是我们的量子力学 但是我们的量子力学 我们从大学开始学的量子力学 它就是依赖于背景 你薛定的方程 量子力学最基本的方程 它那个时间和它的空间坐标 这些都是牛顿的绝对空间 绝对时间里的 那即便到了量子场论 那就是说狭一项的论跟量子力学结合了 那它仍然是依赖于背景 就是依赖于敏考斯基几何 正是这个敏考斯基几何 定义了量子场论的真空态 才有了所有上面的粒子的掌握 也就是说呢 它们都是依赖于背景的 很显然它不符合我们前面那个广义写定性权利 那么这个矛盾呢 就有一个所谓的 各自都有各自的 还会引申出问题 就比如说我们说广义相对论 前面我们有的老师已经介绍过 是吧 它有这个奇形定义 就是说我们在宇宙大爆炸之初 或者在黑洞的中心 都会有起点 有发散 无穷大 这种东西 这件事情呢 预示着广义相对论的适用范围 似乎是有一个界限的 不能够用到起点的一个地方 那么样子场论也有很多发散 无穷大的问题 当然对于所谓可从容化的量子场论理论呢 是可以通过某种操作把它去掉 但这个操作的本质呢 实际上是把所谓的尺度极小的那些个 或者是极高能的某些个贡献 就给截断 弄掉 为什么可以这么做 这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那么这样各自的这个问题 其实都引发出 还有一个所谓的矛盾 这个矛盾就是 安一散方程蕴含的矛盾性 安一散方程是说 左边是时空几何 右边是物质场 它们应该相等 可是物质场 我们说从量子力学也好 量子场论也好 都告诉我们 它们最本质的核心的性质是量子性质 也就是说当你用一个能量量来刻画物质场的时候 实际上是个经典的东西 而它最本质的表述应该是量子的东西 就是它应该对应出一个算符 或者是厂算符 能量厂算符 如果它是一个算符 那么你如果仍然希望安一散方程 这个反映的这个意义仍然存在的话 迫不得已的 左边也得变成算符 才有可能要算符跟算符相当 也就是说这就意味着 如果你想使安一散的这个思想 仍然延续下去 那不可避免 而是你需要把时空几何这边也要量子化 成为算符 就是安一散账量 乃至度归场上量 这些个东西 好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方式去做呢 有 也就是说现在的物理学的前沿 确实人们在思考这样一种方式 我们有没有可能实现 这个量子的安一散方程 那么这样一种方式呢 我在这里介绍了其中的 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的 所谓圈量子引力的这样一种尝试 当然还有其他的 我这里呢 主要介绍这一种 因为我认为这一种 它是最好的 反映了前面所说的那个 广义写变形原理的一种路线 那么它的思想呢 我可以归结为就是所谓的 基本矛盾的对立统一 也就是说 把广义相对论的思想 和量子力学的思想相融合 直接融合 那么这个融合呢 我可以总结出两个基本的原则 或者叫基本的原理 第一就是我们的自然 或者说物理世界 是以不依赖于背景的方式存在的 就是不要先前给定背景 前面已经说了 你如果先前给定背景 这个背景影响 影响这里面的物理课题 而物理课题不影响这个背景 这个本身就是很不物理的 一种处理方式 那么第二 就是我们自然是 以量子的性质存在的 这是有大量的实验基础 而且你去追寻量子力学的 一些原理和规则的时候 你往往会发现 它并不像你一开始 所看的那么不可思议 它反而是很有道理 你比如海森堡的 不确定关系 如果你认为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 是可以同时确定 你去想一想 这件事情怎么会是合理的呢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其实它也蕴含着 很深刻的物理思想在背后 那么这两个基本原理的结合 是我认为是 目前圈量子力所采取的路线 那么也就是说 这种思路就是我们仍然认为 引力是时空几何的性质 那么我们构造量子引力呢 就应该构造一个所谓 时空几何的量子理论 而且要不依赖一个特定的背景 那么在这样做的时候 那可能还有各种可能的方式 那就是我们要坚持一种原则 就是提出一种原则 这是所谓的最小 就是说你尽量改动 对已有的物理学 改动的越少越好 如果能够越少 而得到一个自洽的理论 那是最好的 也就是说我们试图呢 就是广义相论论 加上量子力学 不引入其他的结构 比如说额外围 能不引入就不引入 操对称在没有实验基础的时候 也是一样 能不引入尽量不引入 当然如果我们的理论 确实需要引入的时候 那就定道别论 但是对我们第一步 迈出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要尽量的用最小的原则 那么按照这样一种思路 得到的这个 我们希望得到的这个图景 就应该是这样一个图景 就是说我们的时空 在这个大的尺度上看 是光滑的 就像我们平常没有感觉到 好像时空有什么不光滑 什么量子性质 没有感觉到 那么到了一种 微观的尺度上的时候 它可能真的会有 某些量子的变形在这里面 到了极微观的 比如说普朗克尺度的时候 它可能是完全量子掌握的 这样一种状态 那么这样一种目标能够实现吗 确实呢 目前圈量子引力往这个方向 迈出了很大的步伐 而且你可以认为在一定程度上 它一定实现 那么如何来实现这一点 就是我们要考察广项都弄的时候 我们发现 虽然大家习惯的是用杜龟茶 来刻画这个激活 但是它还可以有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联络 我想昨天的报告里 徐峰教授也提到过 那么联络 那么联络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意义呢 它实际上反映的是什么呢 空间不同点之间 物理量之间的联系 因为当我们决定几何的时候 其实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不同点之间的这个关系 什么叫 比如说你把一个史料 平移到 从这一点平移到另外一点 这个在欧式空间里 我们都知道 可是在一般的 万具空间里怎么样 这件事情就是由联络来决定的 当然联络也是由杜龟茶 你可以认为 杜龟茶更基本 联络赤字 你也可以反过来 认为联络更基本 杜龟茶赤字 那么 也就是说我们发现 广向动论 其实可以把它做成一个 以联络为基本变量的 这样一个动力学理论 而它的这个对应的物理的观念 就好像我们一开始在 法拉第在研究这个电厂的时候 他习惯用这个电力线来表达 其实电力线就给你一种 不同点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 这里面所体现的就是所谓的 重要的物理量 不是描述某一个点 发生了什么 而是描述 用线连接的不同点之间的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 那么以这样一种思想 从联络出发 可以构造一种 叫做Helenomy 那这种东西 那这种东西它其实就是反映了 不同点之间的直接的这个关系 也就是说 它反映了不同点之间的物理量 用 与引力对称性质有关的群源来联系 也就是说这个变化 比如说我们一个悬量场 或者是一个矢量场 从一个点 平移到另外一个点 怎么操作 这个操作呢 可以用这个所谓的联络对应的Helenomy的这样一个群源的作用来实现 也就是说这个群源其实就把这个 几何或者引力的信息给含进去了 那么这样一个思想 实际上也是在我们物理学的发展当中的两种思想的一个融合 一个就是我们前述说 从法拉第开始立宪的这个思想 到杨敏尔史规范常论 就是认为联络是基本的 是基本的东西 乃至于到威尔史 用这个loop 实际上就对应的是Helenomy的这个G 这个trace 它是一个规范不变的东西 来表达这个相互作用的基本要素 另外一条路线 就是爱因斯坦 认为引力的本质是时空几何 还有Villa-Devator等等 他们试图 直接把爱因斯坦方程做非围绕的量子化 也就是用几何的变量 但是他没有把这个量子化的这种空间 把它定义的很好 但是他的思想是在贯彻这个思想 那么缺量子引力 由于我们也可以说 他这个视角选的比较好 使得这样一个量子化得以了实现 那这个实现的结果 就是我们这个现在 比如说我们有时间空间 我们用正则量子化 那么我们在空间上 可以发现我们确实有这种量子化之后 给出某些离散的空间的性质 比如说我们这个一条线的线长 它可能取得值 就是它作为一个算符 它的本能值 它是离散的 包括面积 一个面的面积 还有一个体的体积 都是离散的 当然你说我们为什么没有观测到 那我们这个观测的尺度太大了 一直到极微观 接近普朗克尺度的时候 这种离散性才能体现出 那么我们这一个量子态 它本身就含有 就描述时空几何的量子态 本身就含有 这个几何的离散的信息在里面 比如说它一般是定义在 所谓的Spin Network上面 这个Spin Network呢 它是有一些个有限的边 和相交的这些个顶点组成 比如说这就是有三条边 交出两个屏点 最简单的这种 所谓Spin Network 就是你的量子态呢 它是基于这上面定义的 或者说在这上面激发的 有激发的 那么你如果设想 你人为想象一个平面 一个平面跟它相交的话 会交出比如说P1 P2 P3这三个点 然后你会发现在每一个点上 这个就赋予了一个 所谓量子的面积 因为你这个平面 你要是测它的面积的时候 你就用面积算幅 来作用在量子态上的 然后就给出 这个离散的一些本性值 这是它一个比较直观的 一个图像告诉我们 这个量子几何的这个量子态 它的这个几何意义在哪里 那么这样一种方式 我们说它可以实现下去 那人们可能很希望说 我是不是你这个理论 能不能给出一些个结果 或者是预言 那么有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当然你在完整理论里面 你要里面 你要把这个理论量子理论 完整的做出来 那是很难的 因为我们说量子引力 已经是一个四级性难题了 但是呢 人们往往可以在一些 个模型里面先把它做出来 比如说宇宙学 我们常常用的 空间均匀 而且是各项同性的 你把这个对策性的条件 加进来之后 你就可以把这个 无线维的自由度系统 约化成一个 有线维的自由度系统 然后你用前面 圈量子引力的 那个思想和方法 然后把它量化 就得到了所谓的 圈量子宇宙学 这样一种理论 那么这个理论发现呢 很好 就是在这个理论里面 这个首先我们说 宇宙大爆炸 前面说广义相对论 说有个起点 或者是起性 在这个理论里面是没有的 它是有限的 我一会儿来 把这些说一下 还有呢 它是我们说 如果我们现在这个宇宙 你按现在的状态 你用爱散方程 往回演化的话 你会发现在大爆炸之初 前面说会有起点 所有东西都发散了 但是如果你用 圈量子宇宙学 给出的这个方程 去演化的话 发现呢 它还没到那个起点 它就会反弹回来 所谓的 有一个量子反弹 而在整个 整个这个演化的过程当中 没有什么是发散的 还有我们都知道 宇宙早期人们都期望 有一个暴涨 这能好像解释很多现象 那么在圈量子宇宙学 这个理论里面呢 也能够使得暴涨 比较容易实现 我先来看这个所谓的这个量子反弹 量子反弹呢 比较成功的这个做出来的是 这三位学者 他们做出来的这个 你看 我们可以认为呢 这个这个 横轴 就代表我们这个尺度因子 宇宙学的尺度因子 重轴呢 你可以代表一个 某一个动力学的时间 注意我们这个广相对论里面 所有东西都是动力学的 某一个动力学的时间 然后呢 你 你如果说我们现在 比如我们现在宇宙处于这个位置 然后你用 圈量子宇宙学给出的方程 它实际上是个差分方程 都不是微分方程 因为它是本质有离散的 这种量子结构 你去演化这个方程的话 你会发现 到某一个 很接近于 这个经典的那个 大爆炸起点的时候 它就 尺度因子就开始增大 达到最小子就开始增大 这里面画出的两个绿线 是你用经典案的方程 来演化的轨迹 它会尺度因子是 不断地变小 不断地变小 变成零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都发散了 但是你用这个 圈量子宇宙学的方程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限的 所以你看这个图景 其实已经完全颠覆了 我们对宇宙的历史的认识 因为你如果上过这种 广义相同论的课 或者宇宙学的课 你听说有大爆炸的时候 那学生们可能最出的一个问题 就是那大爆炸之前是什么 那那个老师 他如果是广义相同论 他确实讲得很好 他就告诉你 没有之前 对吧 因为那个时候时间才产生 大爆炸之前没有时间 你谈什么之前 可是我们这个图景 现在改变了之后 变成什么 有没有之前 有 大爆炸之前 是另外一个宇宙 在收缩 收缩 收缩到极端密度 极端高的时候 就是说达到普朗克密度的时候 还有 膨胀 膨胀出来 这是这个图景给出的图景 那可能你这里面肯定有一个很自然的问题要问 是吧 你说那你那个收缩的宇宙又是从哪来的 这回你可以问了 你说这不是没有起点吗 就继续在问 这是我们09年的一个工作 是跟我当时的指导的硕士生丁优 还有博士生杨进松 我们合作了 他们现在丁优是在北京交通大学任职 杨进松是在贵州大学任教授 我们这个工作呢 我们就考虑这种量子修正的更高阶的这种效应 然后发现呢 有极大的可能性 就是那个 膨胀的那个宇宙 膨胀的什么程度呢 就是 固执场几乎 稀疏的那个密度啊 涨落跟那个 时空几何的量子掌握是一个量级了 也到那种程度了 它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 这个宇宙会又收缩回来 这样的话 我们就给出了一个所谓循环宇宙的途径 也就是说你问 过去那个他说的宇宙哪来的 是另外一个宇宙膨胀 膨胀 然后再收缩 然后收缩收缩再膨胀 给出了这样一个 循环的宇宙的这样一个结局 我的印象当中 宇宙观测里面曾经有过这样的暗示 好像像有这个循环的这种 宇宙的这种迹象 但是我并不清楚 因为不是专门搞这种观测的 并不清楚这种 这种迹象到底有多强 好 那么除了我说的这个 对宇宙大爆料起点的这个 克服这件事情之外 那圈梁子 你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进展 比如大家可能听说过 这个黑洞都有热力学 说它是个热力学系统 而且有黑洞有伤 正比于它的面积 那么我们学过热力学统计物理都知道 这个热力学的伤一定有一个统计物理的起源 它代表的是你这一个宏观状态里面 有多少个可能的独立的微观状态数 那么很自然的你黑洞这个伤 你是个引力的东西 它应该是它的本质企业 应该是个量子引力的起源 那么全量的引力呢 就提出了一种方案来计算 这个黑洞的伤 那么你可以设想 我们刚才介绍那个图景 这个量子态都是那种建立在 所谓的Speed Network上 而每一个这个这个边呢 每个Speed Network的边呢 都对应一个所谓量子的面积 那么这些个边 它是编织出我们这个空间的 那么它必然也会交到这个黑洞的世界上 就赋予它一个量子的面积 所以当我们考察一个给定面积的 这个黑洞的时候 我们考察需要有多少个这种微观状态数 来供建筑这样一个面积 那么若干的讨论发现呢 它确实应该是正比于黑洞的面积 所以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解释 就当然国际上有很多很好的工作 包括我们在两年前 也有这个这方面的工作 就是说我们考察它任意形状的黑洞 它的这个世界的这个伤 这个面积 我们怎么来计算 那么现在我们说还有前面那时候起点 比如说广义相对论 不是它的问题就是起点 那么前面说这个宇宙大巴大的起点 已经被克服了 那么黑洞中心的起点怎么样 那我们考虑球对称的黑洞 那么考虑球对称的黑洞 有这个所谓的 它的最大延拓的这个时空 就是克鲁斯卡尔时空 那么考虑这种克鲁斯卡尔时空 考虑到量子缺量子引力的 在这种求对称性模型下的这种修正 给这个经典这个时空度归的这个修正之后 发现呢 它的起点也不存在 它的起点也不存在 那么这是 如果大家学过广乡的论 你就会熟悉 就是说如果你考察这个 克鲁斯卡尔的这个 最大延拓的这个彭洛斯图的话 那你会发现这个中间 这是有一个 应该是有一个起点 就是这个 这个绿的点是起点 下面也是起点 就是说会有一个白洞 还有一个黑洞 这个一区呢 是所谓渐进平坦的区域 就相当于我们的一般的 这个远离黑洞的这些个时空区域 那么这个二区呢 是另外一个远离 远离这个黑洞的时空区域 那么 但是这两个起点 在经典广现的论都是存在的 但是从缺量子引力 在这种模型下给出的修正来看 这个不存在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没有起点 所谓起点就包括时空区域 它不是发散的 它都是有限的 那么 那它这个起点的那边是什么呢 起点那边是个白洞 而且这个白洞会通向另外一对 这种渐进平坦的空间 或者叫另外一个宇宙 当然在这个宇宙里边 仍然还有一个黑洞 这里呢 同样没有起点 这样无限连上去的一串 就是一个宇宙套着一个宇宙 一个白洞 一个黑洞 一个白洞 一个黑洞 这是它给出的这个图景 当然我们在学广下论论的时候 就知道这个 你要考察说 比如克罗斯卡尔这种黑洞 它在现实当中 它并没有存在 现实当中没有发现白洞 也没有认为白洞就一定存在 那是因为你任何的黑洞的形成 你都要有个过程 你要考虑这个物质 进行这个引力擦缩 比如说恒星 是吧 形体 进行擦缩之后 最后形成黑洞 这样一个过程 在形成 你考虑这样一个形成过程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个白洞 什么另外一个宇宙都不存在 只有我们这一个形成这么一个黑洞 那么我们自然要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 直接把这个克罗斯卡尔时空 引入圈量子引力的修正之后 得到结果可靠吗 比如你考虑那个 物质它说形成黑洞的时候 这个图景还存在吗 这是我们刚刚的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是我们跟这个 莱万多夫世纪 波兰的 不明求行 聪明的 还有这个我是前面说的杨静松教授 还有张冲 他现在在德国阿兰根大学做博招 也是我们北十大引力组出来的 那么我们的合作这个文章 刚刚被PIL接收 那在这个工作当中 我们就考虑了所谓的量子的 奥本海默斯耐德模型 我们在今年的广线动力里 有一个奥本海默斯耐德模型 就是考虑这种尘埃场的 它说最后形成黑洞 这样一个一个理论 那么也就是我们就考虑说 我现在要考虑量子修正了之后 量子缺量子一粒修正了之后 我们这个尘埃场 他说会形成什么样的东西 那这个结果呢 我们初步的来看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在画的这个红的这个虚线 其实就是这个 他说的尘埃场 我们一个球对称的这个尘埃场 他说他的那个表面的世界线 在时空里的体现 一个世界线 你可以说表面的一点的一个世界线 也可以这样去理解 那么也就是他说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然后呢 他首先如果说A区是我们所在的 这样一个渐进平坦的时空区的 他这个 他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会形成黑洞的世界 会形成黑洞 然后呢 他又会进去 而且这里又有一个内世界 然后进去之后到 他说到那个R非常小的时候 他反弹回来 他反弹回来了 然后这个反弹回来之后呢 在这边又进入一个黑洞 然后反弹到另外一个宇宙的 渐进平坦区 给出了这样一个 时空的这个途径 那么 当然你这个可以认为 左边这些东西都是原来 都是虚化的 就是都没有的 因为你真正 这边都是一个尘埃 尘埃对应的一个 尘埃球的内部 他其实因为黑洞内部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均匀 空间是均匀的 所以它实际上对应一个 均匀宇宙学的这种模型 正好可以用我们 全量的宇宙学的一些个结果 用起来 所以能够给它衔接得很好 能够跟它衔接得很好 所以这样就给出了 这样一个图景 那么这个图景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确实跟我们那种 纯净态情况下 那个克罗斯卡尔的情况不一样 它真的不一样 也就是说它仍然会有 另外的宇宙和另外的黑洞 乃至于白洞 因为这个B其实是个白洞 因为你看在对这个宇宙来讲 这里面东西就是只能出 就不能进 能出不能进 那这里还会有一个自然的问题 也就是说 那如果我们就是那个 A区建立平坦的A区的话 那我们这边如果有个黑洞的话 这个黑洞可能是通过一个白洞 然后连接到比我们更早的 另外一个宇宙的黑洞上面去 那如果是这样 这个图景如果是对的话 那另外一个黑洞 它的某些个信息 包括它的这个黑洞外的这些个吸机盘 它的这个发光等等 它是否有可能进入它自己的世界 通过中间这个隧道 白洞进到我们这个宇宙里面 被我们观察到呢 这是我们两周前刚刚完成的工作 发现真的是这样 可以的 也就是说 我们对黑洞的这个成像 这个光环 我们发现其实它这里完全有可能 含有量子引力的信息 也就是比我们更早的那个宇宙 里面的黑洞的信息 那就说这个呢 实际上左边那个图 就是比我们更早的那个宇宙 里面的黑洞 它外面的吸机盘 传到我们这个宇宙里面来 给出来的这个光环 那么最右边这个图呢 是我们这个宇宙的黑洞 它的这个光环 然后呢 它们的叠加是应该是这样 也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宇宙里的黑洞 中间这种不存在光环的地方 会增加出光环 会增加出光环 也就是说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观测精度 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 验证出 广显动论预言的 我们这个宇宙里的黑洞 它的光环会有多出来的 里面的这种光环的话 这就是量子引力给我们的信号 当然这目前还是理论的探索 也就是说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种奇妙的事情 是有可能 在未来 有可能被实验所检验的 好 我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总结一下 就是说 我们这个量子引力 其实有这样的探索 我们希望 继继续把爱因斯坦的这种 时空几何应该是动力学的 任何物理对象都应该相互影响 而不应该单方面影响的这样一个思想 贯彻到量子引力的构建当中 我们期待它会带来 崭新的时空观和量子观 我们已经看到 这种圈量子引力的尝试 已经给我们带来了 这样的崭新的这种观点 也期待我们的天文观测当中 有一天能够观测到 这个量子引力的信号 也就是说 我们面对的这样一个新的世纪 我们物理学有大的问题在那摆着 我们的观测手段不断地提高 我们现在有能力来探测引力波 来探测黑洞 那么很有可能 物理学的真正的革命 即将到来 也就是说我们热爱物理的同学 我觉得你们这是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 有可能会将来 在这个 飞速发展的这个时代上面 留下你的印记 好 谢谢大家 谢谢王老师 对梁振亦你的介绍 我们下一个人的观测 对梁振亦你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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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梁振亦你的介绍